1月9日,有媒体晒出了酒味露面的赌王小女儿最新进兆,和一众明月同框合影,和超新作为下一代明月团的后起之秀,一方面向商业女强人进军,另一方面也和同辈明月们,去参联络感情。 和超新作为赌王最小的女儿,应该是从小被宠到大的典范,那绝对是白富美中的顶级公主,最新进兆中,她同三包集团董事长元亚的女儿元九儿,华为CEO任正非的女儿姚思维一起同框,作为赌王的小女儿为做CEO,被两个姐姐围在中间。 看来,不论是在家族中还是在明月团姐姐里面,我们的和超新,都是最受宠爱的小公主啊。 当天和超新身穿红白相见的T恤衫衫,搭配黑色紧衫户和马丁靴,但装出镜造型很随性,完全不像是豪门千金的精致造型,被身边人正非小女儿的颜值抢尽了。 对比旁边两人的精致装容,赌王小女儿确实很随性了,而这三位都来头不小,基本上是属于真儿八经的真豪门。 三位都曾受邀参加过巴黎明月舞会。 对比来看,三人中尤其是华为CEO任正非的女儿姚思,为看起来特别高贵优雅又不识性感成熟,引来不少网友的好评。 和超新近日被删除了哈佛乐坛的新一届联席,担任执行委员会议职的近兆,看起来很有气质,完全是一种职业女强人的风范。 这次与姐夫强强联手,也引来不少网友关注,颜值也越来越受瞩目,再加上有个宠媚狂魔哥哥和游君,最近的一次聚会,也是哥哥陪伴下现身,当天头戴皇冠的妹妹和超新大长腿特别瞩目啊。 对比平常和家人的大合照里面光笑可爱,如今的和超新更加自信凸显美貌了。 如今已经和自己的闺蜜团罕见同框合起,难怪会引来不少热议。 看得出来作为下一代的新界名院团,我们的和超新不仅仅有名院团的美貌和优雅,还有女强人的风范,难怪小女儿深受赌王的喜爱啊,可以说是顶级白富美的典范代表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